一聽的韓國瑜被雖然蔡英文笑到何不聾嘴 眼睛都眯成一條線 但接下來的話題還能開玩笑嗎 現在全國已經發生20例的登革熱 通通在高雄 尤其後面的19例 都是在他跑來跑去忙著選舉 這段期間發生在高雄 高雄登革熱攸關277萬市民健康 明明是該嚴肅 服院高層 敬仁是一個猛點頭 一個評偉笑 這一笑笑到你心裡發寒 攸關人命的大事 身為元首蔡英文化身 點頭公仔從頭點到尾 連手表情也從忍住憋笑 到乾脆不演了笑開懷 讓民眾忍無可忍 網友痛批 失格的總統與行政院長 打選陣打到拿人民的姓名說嘴 權力使人傲慢一點也不假 更酸又在講鬼話 陳菊時代破萬個案例 怎麼沒聽到你蘇貞昌鬼叫 蘇貞昌你在做選舉操作的時候 你旁邊的蔡英文在幹嘛 在那邊點頭微笑 你到底在笑什麼 請問你笑點在哪裡 我真的覺得政客的這種可惡的嘴臉 比登革熱更可怕 第20例對我們來說都是20個人 不是像你說的是20例這樣冷冰冰 民進黨毛起來黑寒 藍營也調出資料 馬英九執政時期 41次行政院會成局只參加三次 出席率低於一成 平均三個多月才一次 賴清德則是200天沒進議會 當時台南登革熱疫情失控 種種對比根本是跨越時空 自打臉也難怪被質疑 心中只有勝選沒有人民 現在全國已經花生20例的燈革熱 通通在高雄 記者吳奎言 温文軒台北報導